洗衣机不脱水的原因 洗衣机是家庭最常用的家电之一 而在人们日常使用过程中 总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 比如洗衣机不脱水 那么洗衣机不脱水的原因是 洗衣机不脱水可能是 用户一次洗的衣物太多或者太少导致的 因为衣服太多或者太少 都有可能影响脱水的效果 也有可能是洗衣机的排水口被衣物堵塞 导致污水排水不畅 导致洗衣机不脱水 另外洗衣机的电子元件设备 比如感应器出现了问题 洗衣机脱水功能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此外也可能是因为水位开关不能复位 如果排水水位开关损坏 将无法进入脱水程序 因为脱水是需要在排水完后进行的程序